海南省 位于中国版图的最南端 它带着南海众多岛屿 贡献了相当于中国陆地面积四分之一的广阔海域 南部的南沙群岛 界定了中国最南的国界 北部的穷州海峡 隔开了海南岛 与内陆 我们的旅程从北部开始 探索火山如何塑造岛屿 前往一座洋溢着闯荡精神的城市 沿着北部海岸线 泄后三座风格迥异的灯塔 这是一条三十公里宽的海峡 它的南岛是中国第二大岛 海南岛 海南岛本来是内陆的一部分 六千万年前 地壳运动让部分陆地下陷 海水淹没了这里 形成了古穷州海峡 伴随着他县和海峡形成 火山开始喷发 火山喷发物不断堆积 海南岛北部的面积随之扩大 在海南岛的北部 火山运动的痕迹随处可见 这片面积仅有一百零八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坐落着四十多座火山 马鞍林火山是其中的明星 它由一座主火山 一座副火山和两座小巧的寄生火山 组合而成 就像父母带着自己的一双儿女 如今植被已经把火山层层覆盖 人们在这里建造了公园 沿着火山缺口处的步行通道 可以一直走到六十九米深的底部 大约在一万三千年前 马鞍林火山完成了最后一次喷发 随后陷入沉寂 但不能小看它的威力 这是一座休眠火山 没有人知道它会在什么时候醒来 不公团 为了不公团 没有人知道喷嚷 噩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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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噩 跳两三層